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长大啊 没什么关系 但是你不是说你爸爸现在还在越南吗 对 我爸妈在越南 不过他们也是因为工作 我爸爸的工作关系调到越南 大概三四年而已了 负责干什么 替人家买新娘的钱 没有 总之还进出口 新娘中介 肯定你爸干这个吧 不是 他没事了 假如有时候新娘不够 找他来客串一下 什么 他用帽子杂装一下 我去拍那个照片 但是你经常要去越南 对 就这几年就比较常去越南 我问你 你觉得越南女孩子漂亮 还是台湾女孩子漂亮 他们很多香港男生跟我讲 就是自从我说我要常去越南 就是探望家人以后 差不多香港男生都就是眼睛一亮 说我可以跟你去吗 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越南姑娘 因为他们说就法国殖民过 所以很多其实有混血 就是混血的这个基因 再加上越南话 其实讲起来也是很温柔 那个腔调 男生讲起来就有点像女生 可是女生讲起来就更温柔 就跟台湾腔 就相较于普通话 会比较嗲一点 我看香港男生上 跟你去越南不是为了这个 坦白讲 越南已经不是殖民地几年了 当然 所以他们的混血出来 当年还有混血的时候 都已经变成老太婆了 已经不可能 而且呢 讲声音的话 再怎么跌 交 还是台湾嘛 台湾腔了 她是为了什么 为了越南 在越南去街头 还看到他们穿那个传统服装 那当时还是有 像个骑桃一样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要不是说人靠衣装啊 就是说脱了都一样 但是她穿上越南的那个衫啊 给越南女子增色不少 我现在给光棍们 可以观赏一下 第一张是我挑的啊 你挑你挑又挺 你看 为什么挑的这张 越南新娘 她那个鸟鸟亭亭啊 你看她就穿上这种 这叫什么裙子啊 反正是他们民族的这种裙子 这还能定制 两边开叉这么高 是吧 你再看下边 越南新娘 再看下边 越南新娘 这都是那个网站 那个中介广告上 你再看下边 还有 你看这个 这个真人不露像 你再看下边 好 你看这扫手弄姿 对吧 这光棍们呢 你们要按照这个版呢 去越南找呢 找着才怪呢 找到找到 因为你看照片的感觉不一样 越南一般来说 个子不高 然后皮肤黑瘦 所以呢 这种他们传统服装 替他们加了分 很轻 把你身材曲线 女人的曲线出来 远远看你以为她个子很高 然后也反映了也白 你感觉她白 再加上拍照嘛 PS过嘛 所以呢 你去到越南 一定货不对版的 一定一定消费行骗 这是你说对 这个外交部不都警告了吗 这是涉嫌违法的 就是这种到越南买卖新娘 但是就是说 三万块钱 就是有那个上万光棍 中国光棍报名 到越南买新娘 三万 然后就是保证那个跟你走 然后呢 好像还这么跑了之后 我一听这个广告词是 他这个广告词做的让人恐惧 你知道吗 跑了之后 包你再找 再给你找一个 再替上一个就对了 再给你找一个 就像买手机啊 你买手机 你买的时候 有售后服务 不仅是售后服务 你买的时候 他告诉你 你加三百块 三百块呢 之后提供一个什么服务 你手机丢了 他保证给你换一台 一模一样 天哪 不过 我跟你讲 刚开始他们说 这个团 我看到网路上写团购 对不对 就是说大家就是 组一个团一起去 然后呢 回来 但是 我觉得是媒体用了一个团购的词 但是如果你说 把这个费用当做仲介费呢 就说你去参加婚姻交友社 我也不也要交一笔费用 然后去找一个人来 所以重点是 你交了钱之后 后面的过程嘛 那因为我们没有认识的阶段 他们说一个星期内保证成事 对不对 保证就结婚 就结婚 对 所以他是说 对于是说我们现在爱情当中 没有爱情这个部分 我们纯粹就只是找买一个机会 我觉得Bob不是买一个新娘 我是买一个机会 而且机会成功率超级高 所以呢 这件事情被人家所非议 但我觉得 跟现在我们在都市里面 你说这种发达过 我交一笔钱到去认识一个人 其实没有什么差 有人两个月就结婚 为什么不说 有差别 我跟你讲 你说的这差别是什么 北京有一个姓贺的 一个男的啊 就说是 他就特别喜欢越南姑娘 然后呢 就去交了三万块钱 对 你看第一个是什么呢 当时就办集体婚礼 交钱花办集体婚礼 办集体婚礼 就带回房间了嘛 带回房间那是新婚之夜啊 他说去亲个嘴吧 就很没干别的 亲个嘴 他家暴 那个越南新娘啊 说他家暴 就当时就告他家暴 最后又把他吓坏了 最后呢 越南新娘的父母也进来了 什么体育行李箱就走了 钱 找中介去要退钱 没有啊 就都结都办事了 都结了婚了 然后呢 他又去找了一个 又花几万块钱 又找了一个 这回是给他带回北京了 带回北京 但是生活了一个月 哎 这种吧 你说夫妻毕竟也不是囚徒 那个女的说 我要回家探亲 你让不让他回 回娘家 是 一去再也没回来 这贺先生 现在还在北京等着呢 所以这个本来不就是 就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或者是你结婚 也会有这个风险啊 就是你不能 一般你自己认识的 不会说失踪了吧 所以重点就是因为 你没有这个过程 那你竟然要买 你就要 你要用这种快速的方法 你不就要承担这个风险 你怎么会怪人家 就是不跟你旅行 一般夫妻的情况呢 因为你不是照一般的方式 去认识这个人啊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 大家要警告你 就是说在越南 其实我们相反讲 为什么有越南像 如果这件事情是 逼迫 当然人设计团中间 听说有逼迫卖赢的 逼迫用假节的 或者方式到其他国家 这个东西当然 就是非常犯法 那就是可耻 但听说 越南女生 有一部分也是在农村 比较辛苦的 对 他是真的想嫁 他是真的想嫁来的 我真的想要 就像这个 现在也有很多中国女孩 想嫁到西方去 想嫁去美国 想去欧洲 不一样都被骗 都是有这种情况 就是他想利用这种方式 来换取更好的生活 这在发达中国家 其实是蛮常见的 真的 而且听说大陆人 还是后知后觉 听说最早是台湾男人 台湾寻春团嘛 到越南寻春团 哪寻春团 最早 对不起 我必须说最早是香港 可是不流行 因为香港很快 就转去往北走 本来往南 我记得80年代末期 开始流行 报纸很多新闻广告都说 去越南找老婆 有时候后去韩国也有 那时候韩国没有那么发达 还没流行整形 反正你就去 等于是买一个老婆 可是刚说到越南那个部分 它有一点 其实两个部分 一个又婷讲了 法律的问题 对 他很可能是假结婚 真卖淫 对 而且强迫的 他要保护那个女方 是 三万块钱卖个银 贵了点是吧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那个 品位低俗的问题 甚至牵涉到所谓的道德问题 因为那个广告 还不仅是包退包换 还不仅说一定成功 还包括什么 保证处理 保证处理 保证是处女 对 那这个对于人性的误入 对于父权 封建的父权 对不对 那什么意思 处理一定更好的 谁说的 然后他这个部分 他可能就违反了 大家对于道德的期待 的确的确 我认为 如果你把一个女生误化 我当然是绝对不赞成 只是说 我觉得这只是包装的问题 就是说 我意思是说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发生在越南 你现在拉开来看 就算在香港 在北京 女生 就是婚姻已经慢慢变成这种的买卖了 婚姻的本质就是买卖 对 你已经变 你只是说在发达 就是在都市里面 你用比较好听的话 我们来相亲吧 对 或者是说我们在比较高级的地方 吃吃饭吧 那也是谈生意啊 对 那不就 我的意思是说 重点是现在所有的这个价值观 如果你没有中间这个爱情 中间这个谈 就是心灵交通的方 交流这方面 你不重视的话 所有的婚姻都像是买卖啊 重视爱情也是买卖 真的 背后都是买卖 我待会跟你解释 你怎么引致心情 广告之后见 又要拿去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厂千年酿造工艺 历尽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郎 婚姻的本质是买卖 有一个不可博导的理由是 有一种社会学理论 就叫做交易理论 Business 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一切 都是一种交易 感情和金钱也是交易 我把感情给你 你把金钱给我等等 这都是一种交易 但是就一般意思上来讲 这个门当户对 或者女的在里边 讲爱情的时候 很爱都不防事 你会发现真要结婚的时候 这个女的她自己要算很多的 对吧 这就是买卖 男的也得挑肥减兽 好看难看 对吧 即便是这女的不挑 她后头还有个丈母娘 完全是买卖 而且它符合短缺经济学 你比如说为什么会有越南新娘 因为传说越南的男女比例 有说三比五的 有说什么二点几比 后来我知道这是误传 其实越南也闹饥荒 越南说到2030年 也会出现400万光棍 是吗 对 她也是男的比女的多 但可能跟经济情况有关系 不过我觉得意思就是说 怎么样就是就像你说 到就变成经济学了 就是经济学 然后还有是一个机会成本的事情 对对对 我有朋友跟我讲 我说你为什么结婚 他说这是机会成本 你不知道你以后怎么样 你就是在什么时候愿意 这个像赌博一样 你什么时候愿意 这个觉得赚了够多 你就离场 这是你在算这件事情 但就是因为我们太强调这件事了 这就是我们没什么要谈 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太强调 你换到什么了 爱是横舟人 那又有恩赐 就是不计较付出 这件事情虽然听起来天方夜台 但是我们要强调 说这个话的人在教堂呢 你知道吗 是神父 娶不了老婆 那我觉得我的角度刚好相反 那真的是因为以往太不强调了 文涛不管你在内地成长 在台湾 在香港 你想一下 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有老师有教过我们怎么样谈恋爱吗 有老师会教过 好像一个理论一样 教我们说 你考虑婚姻什么什么 要考虑什么什么 没有的 都没有 唯一教的 唯一教是什么 生理学 考啊 教你怎么避孕啊 女生就要 你们教这个 这个我们也没有啊 您带套子也没教是 当然我们就不知道有套子 我们生理卫生有一个课本 第七章还是第八章 就是到那个 那都叫泌尿系统 你知道吗 就叫泌尿系统那一课 我们说讲的第六章 大家很期待 明天讲第七章了 老师说今天讲第八章 跳过 我们都是自学的那一章 回家自己看 当你比我们惨 我们至少会给你看什么 我们所谓的性教育 就是升级器官的横切面 给你两个图 然后老师拿着一个 一根棒子圆圆的 我是一个女老师 她也有点不好意思的盖住你 那这个男生这个 这个就叫做会出来一些东西 就会生小孩这样 他比我们感觉更不好意思 我那个年代 70年代 那香港很先进了 还可以讲这个 我们可没这福利 掏开这个性教育 生理常识 泌尿系统不讲 讲说这是因为以往 太不强调了 所以我们今天才继续 有又婷的这种想法 整天要强调 爱是很久忍耐 爱是什么不抱怨 不这个那个 所以说到最后 种种的那么多高的离婚率 种种的家暴 种种的淘家 种种的怨偶 你要付出多少代价 就是因为从小没有人教你 怎么样来算这一盆帐 我觉得像现实是好的 对未来对大家都好 你就是说 大家现在从错误当中学习 所以我们的下一代会比较 他就说应该现实一点 对啊 你说应该要算帐 当然要算帐 你不算吗 没人教我们 我们就自己学了 从报纸新闻的悲剧 从汪峰 从江子姨 可是大家现在算的账 比较算是我要赚多少 你很少说我会赔多少出次 就是说你任何的股市有风险 当你买这次股票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他要涨 你会觉得他可能跌的时候 你也会知道我大概会赔多少 如果你要这样 我就应该要这样 重点就是现在大家只想要赚多少 我只想从这个人身上赚多少在我身上 你只想这件事 你没有想说你要付出去多少 那你就两边你没有这个都权衡过 如果你要算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两边都算 我要付出多少 你要跟一个非常有钱人在一起 那他二十小时都不在家 他的生命就是给他的企业 不赔你 你当个怨妇 要不要 如果你愿意了 你就不要怨 你就拿了他大笔的钱 在家里面当贵妇 你不要怨说你的老公 不赔你回家吃饭 这个就是算的不够准 为什么不能怨 重点在于说这是传统的算法 就是说OK 我愿意为了这个有钱 有地位 有权 英俊的老公 我就当个怨妇 我就不能怨 现在不是 就是要教他们 第一个 你要怎么样找到一个 又有钱 又帅 又有美好 不可能 可是我不愿当怨妇 很多技巧 很多手段 现在女人也好 男人也好 都学会很贪心 我觉得贪心有理 贪心无罪 我好了 到最后不管怎么样 我当了怨妇 我还是可以怨 我用我怨的方式 甚至我可以去劈腿 很安全的劈腿 我觉得因为教了 只要教了大家 这种算的方法 才比较不会那么悲哀 才能够大家各取所需 我觉得这是健康的 OK 各取所需 我只能说大家要 就是当你算完这些东西 如果你真的要计算 你就不会不开心 这样说吧 如果你 就只要不要不开心 不管你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方式存在着 我觉得只要不要不开心就行 我跟你说 就是你不要 要什么都要 然后又埋怨 不会开心的 这个人 他就是这么一种动物 我觉得你两口子 只要在一张床上睡觉 这个事情也没办法纯粹的交易 你知道吗 你能希望妓女有快感吗 你知道吗 他没有办法 如果说咱们说 可以装作做一个公司的同事 我们可以装 对吧 装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夫妻最难办的就是这样 你 太赤裸了是吧 对 你们你们朝夕相处啊 这个事情很麻烦 所以他又是现实的 但是他又是有感情在里面的 他搅合在一起 所以我认为这事就开心不了 因此我根本就认为 结婚不值得当成一个喜事 没有 你一条说不清楚前途的道路 展现在一对新人面前 你清楚什么呢 是吗 文涛你说的开心可能是快感吧 或者说快乐有很多种 像夫妻我知道很多恩怨情仇 可是大家一起在一起 也培养出另外一种感觉 其他东西没有的 温暖 依靠 互相 对 互相来来爱抚你的伤口等等 这种是你跟其他关系没有的 那最好当然是最好的 你又有快感又有快乐又有温暖什么 对 可是这是要算的要取舍 现在的重点在于说永远告诉你说 好像婚姻方面就可以包括了一切 我以前的节目讲过 以前那个中古世纪的男人 是很清楚的 你当你的那个爱情跟性跟感情的对象是分开的 后来有了所谓的现代婚姻之后 我们期待把这三个东西集合在一起 谁有这种福气啊 没有这种福气 还是太贪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有的女记者讲越南帅哥也很多 所以我就想啊 为什么没有女的听说 就是说这个游购啊 或者是团购某个国家的这个男的新郎呢 为什么只听说弄新娘 所以就是说价值观 如果新郎不可能离乡背景 比较少吧 为了就是 女的不要 她比较容易 女的不要吗 女的要沟通 我们话说回来 一个帅哥来给你做苦工 晚上做性劳力 你不愿意要 女的也不愿意要 我们看比方说台湾去越南买老婆 不是城市的人去的 中南部 她真的买来丢在家里 看着妈妈 看着小孩 种种田 洗死车 跟香港人找费用差不多 我告诉你 台湾找费用是很难的 你要跟政府申请 证明你爸妈开始了 没人照顾她 然后要经过等了半年才批准 不像你在香港 你口袋有八千元港币 马上进去 明天飞用来安门宁上班 然后他们就找个越南老婆 来那个 我老实讲 就说飞用 当然现在他们老骂菲律宾 说菲律宾不好 但是飞用 可比大陆的保姆强多了 要叫我感觉 我整体上来说 个别的都很难说 就是大陆 这个保姆护工 他没有一个专业的素养 更没有一个基本的节操 你知道吗 就是一些烂七八糟 所以很难找保姆 大陆就换了六七个 最后抓着一小偷 你这么都有可能 但是飞用 我现在在香港也用过 我就觉得 真是不错 他有一个基本的 好像训练 就是你都不用说 他是专业化 把你家里弄得什么都干干净净 没事就干活 除了干活 你像香港那么小的房子 他不干活的时候 他就躲到他那个小房间去 他不出来就惊扰你 你知道吗 所以当你不管做工作 或是进入婚姻或谈断感情 就认分 就要认 就是你 你觉得这就是你的工作了 你就不会做得不开始 就认 你要认 那这个让你妥协 或让你认 然后去satisfied 满意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当你计算过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会就觉得 OK好 这就是我要选择的东西 就这样 人会变 我们以前谈过 像小三 刚开始总是说不介意 过了一年之后 永远是那种 那就接受变了 永远那种对白又出来了 情人节你在哪里呢 圣诞节你在哪里呢 我的生命你在哪里 他是有一个养老保险的问题 真的 这个小三 所谓小三 我反对这个称呼 但是我很能理解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 没有给他们提供保障 那你要当小三 你就要接受你们 你要打黑工 你就不要去跟老板讲说 老板我要保险 这事好像不能怨社会是吧 这事怨制度吧 不是 就是你选择 你大可以一个好好的女孩 你就当人家大正房咯 那你何必要去当小三 还要要保险 就是打黑工 女要保险 这件事情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呢 还有这个婚姻 我一直都觉得吧 你是选一个 现在大家都互相有能力 对不对 就是女生也不差 我也可以把我自己养 养活到五六 五十岁六十岁 只要我还可以工作 我觉得一定养得活自己 但是婚姻是为什么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用算的方式 那不就到七八十岁的时候 你的孩子什么都离开 大家互相还有个伴吗 那你需要多久时间 去了解一个人 多么难 你们都说很难 所以我需要花三四十年 去了解一个人 我才有确定七八十岁的时候 我俩还可以互相扶持 不就这样 那你怎么会算是在 眼前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送达像 感谢观看